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新州交通厅表示 T5 Cumberland线路无法提供正常服务 乘客需要在Granville换乘 T3 Bankstown线路公交车将代替Lincoln和Bankstown之间的火车 除此之外 T1 T2 T3 T4 T7 T8线路火车将大幅减少 新州卫生厅消息 截至目前新州共确诊9例感染奥密克戎变异病毒 最新确诊的是一名来自西西尼的学生 据了解 该名学生并没有海外旅行记录 所在学校也已经一年没有在校内上课 目前尚不清楚这名学生的感染源 其接触者也在进一步确认当中 再来关注澳洲疫情 新州今天新增本地传播病例337例零死亡病例 16岁以上民众94.6%完成第一剂疫苗接种 92.6%完全接种疫苗 维州今天报告1188例本地传播病例11例死亡 12岁以上民众91%完全接种疫苗 以上就是本期晚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